国际焦点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定将在15号举行会谈 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 有一名美国的高阶政府官员昨天透露 拜登将在14号前往旧金山 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 如果届时他跟习近平会晤 将是这两国元首从去年11月以来 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而美国方面期望美中高层能够保持沟通 避免因为误会导致军事冲突 或者是双边的关系恶化